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操作的心法甚至也包括大人哥自己赚钱的工具 都在里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邀请大家帮我们订阅起来 同时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了 那么你目前正在收看的是期货部分的聚保期单元 要来请教一下大人哥了 今天期货部分盘中跌破了你所说的支撑 但是很快的就拉起来了 到底应该怎么观察呢 请教大人哥 好 大家好 我想最近的行情 我已经说过很老实说了 因为其实最近的行情的话 变成是一个比较偏小区间的格局 小区间的话 它其实是对所谓的当充的交易人来说的话 是一个不友善的环境 所以既然遇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你就只好把你现在目前手上的部位 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我也常跟大家说过 反正大行情 我们就把它放大去做部位嘛 那可是如果当一个遇到比较小行情的时候的话 就请你好好把你的部位把它收起来 缩起来 等到方向出来的时候再去做一个顺势操作 这也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可以运用你的资金的配置的部分 然后呢把这个所谓的就是绩效放大 就是大行情要敢冲 然后小行情要敢收 这是最分享给大家的观念的部分 那刚刚其实也就德宇所说的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call讯好了 这是我们的聚保期的会员 每天早上在8点 就是在8点45分8点多开盘的之前 就一定会收到的一则 我的那种苦口婆心碎碎念 这不是系统写出来的 这绝对是我们把它 就是我们的操办室 把它打出来之后 把它发给我们的会员的 那其实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看法的话 都会变成是一个用来做辅助的 很棒的工具 就是像今天 我们在8点22分的时候跟会员说什么呢 来今天我可以看到一个状况 是因为短线上面推升动能不足 然后呢是一个比较偏小区间的行情 然后呢不利当充 我刚前面有说到了 那我们特别还跟我们的会员说了什么事情 我说短线上面压力和支撑的看法先没有改变 因为短线上面它就属于一个 就是把区间下移了 然后呢下移的过程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震荡震荡的一个行情 所以压力大概在14330到14350 然后呢支撑的部分的话就是1410到14120 那讲到这边为止的话 这就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的会员的一则简讯的部分 那讲到这边为止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的应对的部分 今天刚刚德宇问到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重点重的重点 也就是今天好像看起来有想要去做 往下去做跌破这样的动作 但今天并没有被跌破 因为今天的行情虽然有一度低点到14070 但是呢尾盘有一股比较属于那种低阶的买盘去做进场 那我自己在看 我自己很老实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他真的有可能是国安基金那边就是 进来去做拉尾盘这样的动作 所以你看尾盘他们拉回来到这边 14100有发现吗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支撑 14100跟14120 就在我们就跟大家说的支撑的这个中间点的地方 很准耶 我在怀疑国安基金有没有偷看我的口讯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说其实最近的行情的话 我们可能每天每天的这种当冲的部分的话 老实说好了 因为其实最近行情的话 其实它就变成一个陷入小規缘 就只能来大方向 虽然我们今天的盘中有这样的放空讯号 你可能在这边小小赚个便当钱也好 或小小赚一个今天当冲的部位都好 那我要老实说一句话 就是说以现在的行情的话 它真的是对当冲客是不友善的环境 那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现阶段你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你要去做一个应对 也就是说我常跟大家说到了 你真的不要只有看我的股魔力的上半场的节目而已 拜托你一定要把下半场的聚保鞋节目也把它看回去 因为现阶段是值得你去做多空双向操作 你可以做放空的避险 你也可以去做放空的就是放空的投机的行为 我讲很清楚它就是投机 因为它是单方向的放空的动作啊 所以现阶段因为行情是震荡的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的话 你好好的把这段行情去把它赚起来 就是我所说到的 如果没有行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小部位操作 可是如果真的有大行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12月22号的那天它一样一天的当冲 我们一样可以赚252点 因为那天的那个那天的那种空方讯号是非常明确的 那那天的这样一个操作的部分的话 其实一口空单 你就可以赚到5万块的这样的资金的部位 所以我我讲的很简单啊 我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顺着毛摸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如果现在目前是小行情 我就只能小小赚 或者是用赚大赔小的方式 每一笔做到纪律 每一笔做到风险控管 每一笔做到亏损 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但如果真的出现大行情大方向出来的时候 就请你好好的把这个大行情大方向大点数大获利 去把它赚起来 我要说这句话跟这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常会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没有讯号就没有得做 我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没有天天赚200点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你该做的事情是跟着我们的讯号 该放空的时候放空 该回补的时候回补 然后该新兴做出场的时候就给它出场 所以我们不只是做多 我们不只是做空 我们很有可能是就反手操作 我们很有可能在趋势多走势多的时候去做多 可是如果是趋势多可是走势空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放空 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在当创的部分 另外的话我也说了 也请你好好顺着现在目前国安基金的毛摸 国安基金跟你讲的暧昧不明的讲法是说 因为这一次的景气的关系 然后呢他预期他的那个 待在市场上面的时间 时间会比之前来的更久 那有那个立委问 那个国安基金现在目前带 就是带财政部长 软前华软软软卖部长 他就说有没有可能会在那个市场里面待两年 然后呢软软卖部长 他就说不排除 那反正他就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答案 但是他就在里面 在里面怎么办 就顺着毛摸 顺着毛摸怎么办 我就说了 我们的期货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你无认是做当充也好 或者做短坡也好 那我也跟你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即使在我12月份的短波的策略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波段的策略的话 我的胜负大概就是50%50%而已 可是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 亏在100点左右 然后固定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个停准动作 可是当我在赚的时候我可以赚200点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短波正在做的事情 因为短波的策略 它就是现在目前国安基金在场内的最好 抓到国安基金的矛的一个策略 所以它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虽然我只有赚赔个12笔 可是我在12月份的绩效的话 我可以做到1200点 然后获利金额的话可以做到25万 那甚至像是11月份的绩效的话 我也告诉你我只有赚10笔 可是我亏了11笔 为什么我一样可以赚1200点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操作 都是用纪律的方式去做操作 我们每一次的操作 都是用赚大赔小的方式去做操作 我们每一次的操作都是要聚差成塔 因为从你从一张白纸也好 或者说你曾经有不愉快的经验都好 你重新回来用50万本金去做操作 用一口的大赔小就做操作 那你好好的重新认识期货 好好认识这个多空可以双向操作 这么优秀的商品 好好的可以顺着毛毛 好好的可以把现在目前 你该赚到的行情把它赚起来 当你赚到50万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资金 把那个50万放口袋也好 拿去花掉都好 然后你就用你赚到钱重新从一口去做操作 再做到100万的时候做两口 然后200万的时候做四口 然后呢 一此类推 你就可以达成用期货的方式 达成你的财富的自由的追求的梦想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也说过了 如果你是有资金部位的人 你可以做准备300万以上 然后你可以同时交易五口以上的部位的话 也欢迎来教我们的操盘式的清代实战班 那清代实战班我会做一件事情 我会帮你做量身规划的资金配置 我会帮你做到资金效率 就是当小部位的时候 小行情的时候 像最近的行情 我可能就带你做一口两口 可是如果当方向出来的时候 积极的追价 五口八口十四口往上去做 何乐不为呢 因为大的行情的时候我们敢冲啊 然后大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好好把这个大的大的基角把它赚起来啊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我会带着你做期货 我会带着你做个股期 我会带着你做多空双向的波段操作 甚至我在每一次进场跟 所谓的停损停息策略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的非常非常清楚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我们的看法是什么 你要如何去做遵守所谓的 资金的效率跟纪律 这就是我们的清代实战班 会带给大家的部分 所以无论你是 就是50万的本金的 或者是上300万的本金的话 都非常非常欢迎 加我们的期货 财富自由计划 好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既然国安金金说要陪大家过年 而且他还打算Long Stay的话 我们就跟着大人哥 一起顺着毛毛来赚赚赚咯 好所以大家可以加入大人哥的Lite 8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专线了 0800668085 0800668085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咯 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节目资料仁份